独暴僵尸的强弱是由什么决定的 当二爷正在痴迷于他的数学难题的时候 被人打断之后他会非常的反感以及愤怒 但是他到底有多愤怒呢 这个就不好描述了 不如我们用一个百分比来形容二爷的愤怒 到底会怎样呢 当二爷的愤怒值上升到20%的时候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 当二爷的愤怒值到达40%的时候 可以发现他的移动速度以及攻击速度都有所提高了 当二爷的愤怒值到达60%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气得有点发抖了 当二爷的愤怒上升到80%的时候 无相当的心理意义得有多大呀 当二爷的愤怒到达100%的时候 直接把自己气死了 当二爷的愤怒上升到100%的时候 我们不如更加直观的来看一下 当大嘴花在吃东西的时候 会有一个攻击后摇 这个弱点导致他经常会被其他的植物套路 比如这样 还有这样 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他这个攻击后摇的弱点 在他吃的一瞬间 我们把它给消灭掉 是不是就没事了呢 一个正常愤怒值的二爷 走过去的时候会被大嘴花给吃掉 如果是百分百愤怒的二爷还会被吃掉吗 你好大嘴花 当时除了凶手之外 只有你一个人在现场 能描述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我正在整理我的发型突然 就没了